1-5节奶油生菜测评 这是粉丝留言想看的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留言告诉我下期测评哪个植物 测试不易 希望能点赞三连鼓励一下 我们直接开始 规则拿蒸汽21困难来测试 1-5节都是满屏奶油生菜 都是零挂剑零家族 因为详细解读 有植物大脚膛系列会做 所以这个系列更偏向于实战测评 首先是一节攻击方式 向前方磕头 并且有概率 抛射黄油 控制僵尸 它可以前后攻击 攻击距离大概是前方两个内 一节的它 即使粽子满屏也打不赢 如果你的奶油是一节就扣一 零节就扣零 然后是两节攻击力上升 两节技能浓度提升 释放黄油的概率增加至15% 奶油控制时间增加一秒 两节的它挑战成功 不过损失惨重 24个生菜被残忍伤害 如果你的奶油是两节就扣二 接着是三节 攻击力再次上升 三节技能双份奶油 释放黄油的概率增加至25% 有概率同时释放两块奶油 三节的它有进步 只损失了15个奶油 如果你的奶油是三节就扣三 到了四节 攻击力持续上升 四节技能重置时有概率释放大招 大招效果可以抛射超多黄油攻击敌人 装卖效果砸出更高的奶油波浪 攻击范围更大 同时会丢出四波黄油 四节的它有一路无双通关 准吃11个奶油 如果你的奶油是四节就扣四 最后五节攻击力还在上升 五节技能奶油喷泉 攻击时有概率砸出奶油喷泉 会同时飞出三块奶油 如果你的奶油生菜是五节就扣五 满级的奶油生菜损失了九个 如果你的奶油生菜是五节就扣五 总结本期测评来看 一到五节递增效果 这个植物目前来看是收藏植物 鼠架在西渊召唤 人人均可白添一节 其他你们补充 本期视频就讲到这里 点赞关注评论